暑假如果想到美国波特兰玩的话 一定不能错过景观列车 观景专用的透明车厢 作为一致潮味 让旅客一路都能 欣赏美景 波特兰又被称为玫瑰之都 中视新闻团队带您去 华盛顿公园赏花 体验波特兰的餐车文化 窗外美景一览无仪 镜头拉远一看 你没看错这里其实是火车车厢 同时也是美国最著名的 景观列车之一 除了眼前的加大行窗户之外 抬起头来还能看到天空美景 不同于一般座位 只能向前或向后 这个景观车厢座位一致朝外 让旅客不用转头扭腰 就能自在地欣赏美景 我真的很喜欢 很棒的 能够看到海外的景色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Mount Rainier 所以很棒 我喜欢它 它非常棒 我们有美丽的景色 我们很感兴趣 我们只想看到 Mont Rainier 我儿子爱船船 所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你能看到猴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看 从西雅图出发 想加个波特兰行程的旅客 就会搭乘这台海岸新光号列车 天图可以欣赏到茂密的森林 肥沃的山谷和些许湖泊 历经3.5小时之后 抵达波特兰 一台台餐车行成一个小市集 波特兰最著名的就是餐车文化 全市大约有500辆餐车 品项像是韩国烧烤 墨西哥卷饼 美式三明治 甚至连台湾的珍珠奶茶 通通有 每一个街角都是这种餐车 尤其在COVID这段时间 大家不愿意坐在餐厅里面吃饭 如此多元的城市 其实与台湾有着密切关系 波特兰和高雄 已经是36年的姐妹市 华盛顿公园里的玫瑰园区 就有高雄之花的棕影 整个园区有600多个品种 1万多株玫瑰 每年5月周旬到11月 最能感受波特兰玫瑰居都的浪漫美丽 记者中强梁曹文宁 在美国波特兰